918强震造成花东两县都有出现灾情 地方政府也动员协助重建 以及解决受灾后的民生问题 但在18号防灾会议却发生一件插曲 引发花东两地的县长不满 原来是18号晚间的全国防灾视讯会议 总统蔡英文在致辞完之后就离开现场 导致花东两县的首长无法报告地方灾情 而县长徐正伟则表示感到遗憾 对此总统蔡英文也在19号立刻公开致歉 而同时仍也在狱里勘灾的花林县长参选人 古拉斯则认为天灾当前优先处理 人民的问题比较重要 我认为中央跟地方一定要携手合作 才是人民之福 那这个时候互相的校正 其实终究还是必须中央跟地方合作 来共同解决人民的难题 才是正确的做法 那么因为我们工作人员忙碌 沟通不足以至于连线作业是有一些疏失 没有能够与两位县长以及救灾的团队有沟通的机会 对此呢我要向两位县长以及在花莲跟台东的救灾团队表示 918池上强震发生之后 中央官员也在第一时间陆续前往花东灾区 协同县府进行震灾 目前各地方的灾损也已经逐渐稳定 除了断桥部分 其余地方也恢复道路通行 全力协助受灾户 解决民生问题 云市新闻找到BITS波林玉里 采访报道